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赵丽 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市场情况 那么昨天作为周三 澳洲股市呢 在周一周二连续下跌两天之后 周三呢 勉强是保持了轻微轻微的上涨 虽然涨幅只有1% 但是总体来说呢 这也是避免了澳洲出现了连续三连跌 澳洲指数呢 昨天总体是收盘收在5327点 那由于继续矿产的矿石的下跌 导致呢 澳洲的资源股继续还在连三连跌 那么上涨指数呢 昨天也是轻微出现了微调 但总体上来说 现在依然是在3200点之上 欧美股市呢 则各有不同 像英国 法国 德国三个国家呢 整体来说是下跌0.5%左右 美国呢 是道琼斯和标普500下跌 而纳斯达克指数则有轻微上涨 但整体来说 昨天全球的股市的波动呢 都是比较小的 那么黄金价格目前也是维持在1220到1225之间 油价呢 也是有轻微的下跌 总体上来说 昨天全球金融市场变化不大 但是我们要说一下的是呢 之前我们说到这个澳元呢 它之所以没有像英镑啊 欧元啊 跌的这么多 主要原因呢 就是由于铁矿石的价格一直非常强劲 那么铁矿石在本周连跌了三天 我们看到呢 澳元也终于是撑不住了 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是正式跌破了0.7550 我们说到的关键支撑价格 那么如果我们保守一些的话呢 以三天不破的原则来算 如果跌破0.7550三天上不去 那么澳元可以说 在短期之内的上涨趋势就被反转 现在是第二天 如果到了明天周五晚上 依然是没有办法这个爬上7550的话 那么澳元很有可能会继续向下 接着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热门话题 主要说的是呢 现在目前高涨的铁矿石 或者换句话说是过去几周 平均来说高涨的铁矿石 其背后附带的高涨的通货膨胀 那么从最近一波的涨势来看 我们知道呢 现在大宗商品又成为了市场的焦点 那是不是意味着呢 这是个好兆头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 相对于比较复杂 我们知道呢 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情况下的话呢 这个市场价格是由市场 来调节的 也就是说呢 政府呢不会去干预市场 只会呢设定规则 比如说如何交易 如何上涨 如何下跌 如何惩罚那些违规的人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呢 这个另外一种观点呢 则认为当市场出现极端情况 暴涨或者暴跌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是需要政府适当的进行干预和引导 才能够呢 把市场回归到理性状态 那么这两种观点呢 其实是占据了经济界 包括了目前中国 以及美国的主要的流派里面的两大分类 那么从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 主要说到这个铁矿石 这一次的上涨 其实并不是由于市场自己调节的 那我之前反复说到呢 这次铁矿石上涨的背后 并不是由于需求的增加 而是由于呢 资金的进场 而其中这主要的资金 推动铁矿石 包括了煤炭 这些资源价格上涨的动力来源 是来源于中国方面的资金 也就是说呢 现在呢 现在呢 是政府花钱带个头 之后呢 是大家一起往上推 那么希望呢 是通过这个资源价格的上涨 来带动经济 带动下游产业的消费 那么其实呢 不论是哪个原因 不论是市场的原因也好 是政府投资的原因也好 澳洲呢 作为铁矿石 或者是资源出产大国 是这一次 这一轮资源价格上涨 最大的收益方 最大收益方 所以说 如果现在这个资源价格 能够持续上涨 在未来六个月到十二个月 还能够保持的话 那澳洲的经济呢 毫无疑问 将会从中获得巨大的收益 但是现在呢 主要的国家其实也看到 目前铁矿石和资源价格上涨的背后 其实并非是来自于实体经济的需求 所以我们看到呢 澳洲很多的矿产商啊 他现在比较犹豫 犹豫到底要不要啊 这个扩产 或者说是增加人手 害怕的是呢 万一这个就像一二年一样啊 敞开出来了 人派上去了 但是中国又不要这么多量 那这些货都砸在自己手里 卖都卖不出去 所以说呢 整体来说 目前呢 主要央行也好 或者是矿业也好 都在犹豫和等待 想看看清楚 未来情况之后 再做打算 那么我们再说到呢 我们知道了 在这个高涨的资源价格背后啊 其实并非意味着 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在过去的两年 我们反复提到呢 美国14年开始 停止了量化宽松 就是停止了印钱 之后呢 除了美国之外 各个主要经济国家 都开始他们自己的降息也好 降准也好 甚至于是量化宽松 印钱 那么我们看到呢 不仅仅是中国 包括了欧洲 英国 以及日本 都是天量数字 天文数字级别的这个刺激 有的是到了负利息 有的呢 刺激额度达到了万亿元 这个规模 所以在这么大的刺激背后 实际上呢 其允含着非常多的潜在副作用 最大副作用呢 就是你钱印的多 自然而然就会不太值钱 我们现在看到呢 其实这个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物价上涨的这个危害啊 已经开始逐渐显现 那么资源价格大幅上扬 其主要推动的将会是下游的产业链 以及最终的产品价格 这样一来 势必就会增加通货膨胀压力 我们看到现在物价在中国上涨的是非常的快 在欧盟以及在澳洲呢 也有抬头的迹象 那么还好 作为澳洲来说 相对来说 只是降了息 并没有印钱 所以现在澳元总体来说 通货膨胀还不算很厉害 两块钱依然可以买一瓶牛奶 但是我们有句话要说到 就是呢 有前因必有后果 它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如果未来我们能够看到 在全球范围之内 经济回暖 经济起步 这肯定是好事 但是有极大的可能 它将会伴随着高通胀 和高增长和高通胀 两个起头并进的局面 再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指数 澳洲指数呢 在目前走势应该来说是不太确定 短期上下连续反复 但是在日线和四小时级别呢 中长期依然是处于下跌趋势 所以目前这样的走势 我们相对来说要保守一些 买入价倒是可以非常确定的 放在日线级别之上 大约是在5450点挂单买入 但是空单呢 就不太确定了 你保守一些 我们还是以今天的最低价 大约是5270点跌破之后 再去考虑看空 再来看一下澳元对美元 那澳美呢 在昨天是第二次跌破了 现在的0.7520之后 没有再次反弹 而是直线向下 下去了50个点 那我们之前一直说到 澳元如果是跌破了0.7550三天 三天破了话 那么上涨趋势 就可能告一段落 今天是第二天 刚才说到 如果到了明天晚上收盘的时候 澳元还没有爬上0.7550 那么澳元很有可能 将会继续向下 所以今天短期内 我们对于澳元可以参考的策略呢 可以在0.7455的价格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低价 挂单卖出 而买入单呢 则要重新上了0.7530 才可以考虑挂单买入 再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那么澳元呢 我在上周还是上上周提到呢 澳元在跌破了0.1085这条线之后 下方第一条线将会是1.055 也就是300个点的距离 这句话呢 如今看来 好像是越来越有可能实现 澳元在跌破了1.085之后呢 到目前为止 已经再跌了整整150个点 到了1.07了 路已经走了一半 那我们在这样明显的趋势之下 依然是以空单为主 可以设定在今天的最低价格 跌破之后继续跟进卖空 选择呢 可以在1.0660的价格挂单卖出 这个当然是比较保守一些 那买入单的话呢 则需要挂在1.0850 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 重新上了0850 才算保险 当然了 你比较激进的话呢 也可以在1.0715就可以进场 少量的进场 最后来说一下黄金方面 黄金我们知道 大约在一个月前 美国大选之前 黄金曾经也是像现在一样 沉寂过一段时间 当时的价格呢 我们记得是在1.250到1.260附近 之后呢 一旦冲破了1.260 曾经一度是到了1.340 涨幅呢 高达了6.70块钱 现在和当时情况很像 现在目前在1.210到1.220附近呢 已经徘徊了4天了 4天了 这对于黄金来说呢 是不太正常的 但是它徘徊的时间越久 未来突破之后的爆发力 也会越大 所以说 如果这个黄金 能够上了1.234 激进一些1.234 保守一些1.245 这两个价格之后的话呢 预计黄金将会有 2.30块钱的变化 所以我们今天的挂单 刚才说到呢 1.234属于激进式买入 保守1.245 挂单买入 空单呢 不论是激进还是保守 则统一可以选择在 1.208 1.208 那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需要关注的事件 在晚上8点30分 英国会出台他们的零售业数据 到了9点钟呢 是这个 最终的通胀数据 也是英国的 再往晚上看 12点30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通胀数据 制造业数据 以及失业率 在晚上的凌晨2点钟呢 有一个大事 就是呢 美联储主席耶伦 将会在美国国会坐镇 到时候预计呢 欧元 美元 和英镑 这三个货币将在今晚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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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